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驻美代表袁建生在华府透露 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明最近访问华府 并与美方官员讨论到两岸关系和台湾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袁建生表示美国无意涉入台湾的选举 但是希望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未来能有延续性 那美方当然关切就是这些政策既然方向是对的 是不是有这个延续性 我想支持美方比较关切 至于你选举他 他没办法摄入我们的内部选举 尤其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不应由第三国来involve 有传言说民进党主席和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问欧洲时 曾经遭到驻德国代表的冷遇 袁建生表示类似的情形不会发生在驻美代表处 我们站在中华民国代表的立场 我们是全面性的 不是只服务一个党派 或者只服务某些人 我想这一点啊 至少华盛顿的驻美代表处 大概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袁建生一再强调 只要蔡英文来访 驻美代表处一定会提供协调和服务 我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资讯了 不过只要他们来 我们一定是配合 一定愿意来为他们做点服务 因为基本上来都是promote台湾嘛 对不对 基本上来都是要争取军售嘛 基本上来都是要把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关系加强嘛 中天新闻 张光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 好 如果我们先暂时不讨论驻美代表袁建生 他的这一番谈话 我们倒是先可以来听听看 到底民进党是如何在抱怨 这个当时在德国遭遇到的对待呢 好 我们看到呢 是萧美琴 那么他主要是在脸书上面就抱怨 他说驻德国代表魏武恋在蔡英文出访期间 是从头到尾不闻不问 而外交部反驳了 说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哦 那这个蔡英文呢 他则自己说 外交部不需要急着对外解释啦 只需要比较不同的外观 也就是德国跟英国处理事情的态度 还有积极的程度 你们自己去做内部检讨好了 那么蔡英文另外也坦言说 在德国非常感谢当地的台桥啦 还有国会议员啦 还有前驻德代表谢志伟的安排 整个内容是非常的充实 对于未来的政策思考也很有帮助 他觉得在德国的安排其实蛮不错的 可是只是在抱怨外交部的人员 我们上次讲过再讲一次 请问你认为要做到什么样的安排你才满意 请问什么样的安排你才满意 我们刚才讲说那个timing的问题 你周末去然后就要安排去 见德国的什么官邮干嘛的 人家没有在那边等 那他对张晓月女士很满意 张晓月女士满意 或许这个英国英国的情况 德国德国不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要从他的不是结果论 而是他都有在处理 如果都有在处理结果不一样 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就不爽 你处理很好我就很爽 不见得是这样子 袁建森现在讲话我很担心 他说这个蔡小英主席来 我们帮他安排 万一蔡英文说 请不好安排见希拉蕊 你安排得到吗 你懂我意思吗 或者我要见很多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你安排得到吗 很多事情不是一个驻美代表 甚至一个大使 能够做得到的 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 有时候是人的问题 所以刚刚其实 袁建森讲了一些算是官话 说是来台湾 是来promote台湾 是来建立什么台湾美关系 军售 怎么可能 这次去就是选举之旅 那美国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会不知道吗 那我如果说 见了你是为了帮promote你 我请问一下美国的参议员 有必要做这种事情吗 或是他的一些政府官员 所以那建了医院会高会低可想而知嘛 所以如果你因为这样所以见不到 到时候袁建森被骂了 你不是说要帮我安排吗 只安排了半天我连黄近平都见不到啊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结果论 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尽心去做 那做人因为做不到 那你就开始开骂 这个不是一个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 应该有的作风 好 近平你的看法呢 其实讲到蔡英文是上礼拜 他在那个这个事情传回国内之后 不是后来那个萧美琴 在部落格上这样抱怨吗 在脸书上这样抱怨 后来就扯出说 当时他曾批评国民党以前的党主席 就是现在农与党主席连战 说当年2003年后 在那个英国去那个伦敦剑桥大学访问的时候 从商医学院走到黄后学院这一段路 摸黑走去那个地方 然后跟那个他的夫人连方 也穿着皮鞋跟高跟鞋 也扯出这一段 当然也有其他的那个名嘴 有发表类似的这样一个评论 就是说这个事情 就像刚刚我们上一段 在讨论的那个刺杀 不管是刺杀哪个政治人物 然后情治单位警方和国安单位 会不会认真去办这个案子的状况 跟态度是一样的 外交单位在这个单位 其实在这种立场上 也是你不管蓝或不管绿 政治人物他们都很为难 那这种事情呢 以连战来说 以前我们在采访连战 他们都要对等处理 对一样是两边都是均衡的 其实你没有什么好抱怨 今天如果 你当时可以报批评连战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今天蔡英文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这几天不是国民党的立委 也去反讽说 蔡英文你好大的官位好大牌 那这个你听这个耳里 听在这个耳里的言论 你是不是似曾相识 感觉好像03年04年 那一阵子也听过 那个国民党被民进党 这样消遣批评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外交单位 这个党执政后就拿当时 马英九出访也好 在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 连战在当国民党党主席 国民党是在野党的时候 出访也好后 外交单位其实 马英九还有那个连战 他们在那个过去在外交体系 那个尤其是外交 都很多好朋友和幕僚 尤其是连战甚至当过外交部长 他们以往出访 我听他们的幕僚讲说 也都会跟外交系统 和他们的熟视的友人幕僚 打招呼或是联系 可是这些外交 在外交单位任职的这些官员 因为他们是公务人员 所以他们必须立场中立 他们都会察言观色 因为害怕自己的长官 会秋后算账 或者是处分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做过头会如何 这是当时外交单位一个 在绿营执政的时候 蓝营在野的时候 他们出去的是很尴尬的立场 今天角色互换 变成蓝营执政绿营在野 然后绿营出访的时候 他这样子批评 或者是他或许 他也有一些他的朋友 有人在外交单位任职 今天暴力说 现在国民党执政下的 外交体系都不协助 你时空误外 你其实没什么好讲人家 因为这个公务人员 他谨守他的奋机跟立场 那事实上就是在于说 你的幕僚有没有联系好 我就讲说 回到刚刚讲 03年连战那次去英国 虽然他也是走了一段路 但是好歹他有一些 包括他以前的像 陈锡凡啊 郑文华啊 以前的驻美代表 驻英代表 等等他有一些 很强的一些外交幕僚 还是会帮他充分的联系 那你蔡英文呢 你去德国你不是带着谢志伟吗 谢志伟不是好歹当驻德代表 这次萧美情不是说 好在在谢志伟怎么样 协调联系之下 既然协调联系之下已经捕足了 那你还有什么好抱怨啊 你去抱怨外交部的 这次的官方单位干嘛 我就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上 你自己会站不住脚 你再去讲人家 你就会让人家联想之前 你有两套标准 我补一句 我想请问一下 民进党或是萧美情的脸书 他说在谢志伟安排下 所以完成任务 请问在谢志伟安排下 他建了什么德国的重要人物 可以跟我们知道一下没有 对啊我不知道 这到底过程是什么 是好来那个香楼 这次的蔡英文去德国 其实让我真的不了解 就是蔡英文到底 知不知道一些基本的 国际的规范 那你现在帮你做 这些国际沟通联系的 萧美情 基本上他们应该是懂一些的 那何况谢志伟 是担任过驻德代表的 那对德国当地是了解的 可是竟然会安排成这个样子 你一个最基本的尝试 当你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规格 要出访的时候 当地的行程没有安排的很漂亮 我绝对不出门 没有人会在就是说呢 我到当地连见谁都都不知道 然后场面会是一个怎么样场面的时候 我竟然就进去了 进去了然后等人家开一开始呢 搭步警打灯光 没有人这样子搞的 一定都是在去之前 全部都都都都都谈好 谈好的时候我会呢见哪些人 然后什么时间点 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场面 或者说如果当国家元首 在哪里会见到侨胞 你可以往前走走走走几公尺 每个动作都是在你的外交部门里面 都已经先谈定了之后 你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组织推上台面 去唱这场戏 组织上台都表示背后东西全部都搞定了 剧本都都都写好了 而这个蔡英文在德国最让我觉得荒谬是说 你显然都没有剧本啊 然后呢你的你的剧本是叫人家写 然后事后呢当你发现了 你你你没有台词可以唱这些时候 你开始怪人家 我我简单讲 这个就是就就四个字而已啊 不是曹怡 不是曹怡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像咖 你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当老大的咖 那不是曹怡的曹怡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外交利益 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 当你代表国的国家 你认为你会是个国家元首 你将来代表国家跟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姿态跟样貌 一个安排的程序 理论上面来讲 今天如果发生这样的安排上面 一个大乌龙 会让你觉得灰头土脸 会让你觉得浪费时间 老实际上我当然把整个过程 都都都问过一遍了 问过一遍之后 我觉得谁会谁会理你啊 那你在你在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到德国 五六日三天 然后呢你好像开菜那样说 我今天点三个菜 我点经济部长 我点环境部长 顺便再点个能源部长 这三道菜都给我上 谁理你啊 他没有在家里等蔡英文啦 太失礼啦 还好就是说 当然就是我认为 基本上你还稍微懂事 就是你还没有点到梅克尔 我顺便再点到 我主菜要上梅克尔 然后呢你卫武练给我排好 你还好你没有把梅克尔摆在上头 可是你点了三个部长 你到底把他当什么东西嘛 人家周末 然后你不到一个礼拜之前 告诉卫武练说你给我安排这三个人 然后卫武练排不出来 你觉得柱德代表对你的很不礼貌 没有没有关系 我老实讲如果卫武练真的觉得说 你是绿的我是蓝的 我要纯金给你难看 那我觉得卫武练还真的还蛮值得肯定的 他还不太像是传统的蓝呢 因为传统的蓝的讲话 那大家就挺刚听到袁建森的讲话了 就是你讲这个大魔大雅管枪管家 我们一定给你尽肯的安排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 我们是没有没有朝野之分的 任何人来到行销台湾 我们都会热烈协助 一个标准的就是蓝军都是讲这种话的 如果卫武练真的会像你讲的那种腔调跟嘴脸的话 那卫武练还真的不太蓝 那一点都不像是传统的蓝军 我觉得你今天的蔡英文或者你民进党里面稍微试一点潮疑的 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嘛 你回过头去你就跟他问一下谢志伟你在搞什么东西嘛 你在祝德代表你在搞什么东西嘛 你不是告诉我能不能干得很好吗 人面很阔吗 结果呢我到这个地方 行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作业了 结果一个月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什么像样的人都没有见到 那你觉得我在那地方呢 好像在那边三日游一样 只有接受一个的德国媒体的访问 讲一声的空洞也言不及一的话 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你回过头来你就应该问问看 你这个祝德代表是怎么安排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都讲到就是说这个在驻美 就是说这个之前马英九或者说是连战的事情 这张照片请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是朝野之间在处理 就是在野党领袖出访的时候 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 这是马英九在2006年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是民进党在这执政的时候 马英九的这次的访问的时候 一波三折 甚至传出马英九访美之行 可能会cancel掉 为什么cancel掉呢 就是因为中间的杯格非常非常多 但是到后来呢 它造成了两个极端的后果 就是第一个 当马英九到了美国 这场非常关键性的会晤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的驻美代表被拒在门外 就是驻美代表想进去 那美方说对对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跟马英九的私下的会晤 我们自己聊就好 你不用来了 换得说谁有朝野之分 美国可能更有朝野之分 那在当时的驻美代表是谁 叫李大为 李大为都还是蓝的呢 都还帮你安排了这么多 之前还要安排你说苏贞昌的访美呢 大家都忘记了吗 这些你问李大为 也可以讲得很清楚啊 好那换句话说 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讲 马英九如果在这个场合当中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见到了比苏贞昌的规格更高 所受到的离遇更隆重 那当然是你在背后安排的那个人 那个时候呢就叫做袁建森嘛 他们当然出力甚多嘛 你回头当然有个大大的嘉奖 所以袁建森今天会是驻美代表 是有原因的嘛 你从这档访问里面 你就知道他很给力嘛 那他花了非常多的工夫 把这个都安排得很妥当嘛 那今天如果谢志伟 是你们倚重了一个驻欧的 好像重量级的大咖 就把你安排的灰头土脸 你回过头去给一点点的 小小小的成就都送给谢志伟 然后把你大大的丢丢脸 然后要摘到蓝军的身上 没有意思啦 这个东西其实稍微懂 整个外交安排的 都会觉得说你蔡英文 你到底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 如果你懂规矩 今天就不讲这种话了 好 学习环境广告马上回来